好不过天气冷呢要吃补暖身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一名女老师呢就吃了姜母鸭又喝了点酒 结果却引发了急性的胰脏炎 意思说胰脏呢是负责消化脂肪的 而姜母鸭的油脂膏 短时间内大量摄取又喝酒的话会增加胰脏的负担 才会急性发炎 而如果延误治疗的话还会休克甚至死亡 天气冷一名女老师晚上吃姜母鸭又喝了点酒 隔天清晨腹部剧痛到医院挂急诊 发现是急性胰脏炎 原来是油腻的吃太多又喝了酒 一时之间让负责消化脂肪的胰脏附和不了 酒精也是一个急性胰脏的风险因子 加上说姜母鸭可能有时候太油腻的关系 它可能三双叶子会继续上升 那一般三双叶子正常在130以内 它可能达到500以上 就可以引发急性胰脏炎发作一个风险 医生就提醒冬天进补不要大吃大喝 要注意补充水分 多吃青菜水果来减少油腻 否则不但提高了急性胰脏炎的风险 也容易引发肠胃出血含心血管疾病 最近这方面的病例就增加了两三成 23 Fast Relax 丁 rub 240 unfold 910